馬祖慈悲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開始分享 馬祖的道法 面向時 有同修來問說 那我們每個禮拜的聚會 除了練佛以外 為什麼還要教面向時 有人喜歡 有人很排斥這種 江五十四 武術這種東西 可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馬祖有三道 我們在修馬祖聖道有三道 第一個叫求安樂道 我們要入世 為我們的信徒 為大眾 為我們旁邊的人 幫他離苦得樂 我們有這些路式的方法 就像武士 面向 我們可以看過他的面向 看到他的面向 給他一個指導 最主要 我們透過五四 我們可以跟馬祖靈相通 可以通神 馬祖靈感給我們 顯露在他的面向 我們來指導他 我們可以跟宇宙的神靈 互相相通 藉由宇宙神靈的智慧能力 來主導這一個人 我們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因為天上聖母經 它有講 清淨心 淨心 的信徒 的善懶善靈 馬祖就可以 如影隨形 四想隨身 隨主都在旁邊 你好像跟他講話 他馬上就到 隨主跟在你旁邊 我們都有通神的能力 那這個人來這邊請教我們 他會顯露在面向 來跟我們對談 所以我們只要學會 面向的基本知識 那馬祖靈會顯露這種氣色 顯露一個文像 一條線 顯露一個斑 一個字 來跟我們 來用溝通 對談 那我們就可以指導他 他是一種宇宙神靈來的一種信實 所以我們主要的面向 就是要跟神靈 共同 共同 所以這個人 在一張相片 來給我們看 我們可以看出 這個人大概什麼樣的個性 讓他一個性的每個階段 每一個年齡 他個性會改 可是至少我可以看到 他現在的意識如何 所以他來請問說 他要出果 要眼形 可不可以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最近的眼形的印是如何 他來問 他最近的才印如何 那我們可以看出 從鼻子 鼻子看才印 也就是今天顧問要分享的 還有看他的眼睛 他有沒有智慧 有沒有情質 眉毛 有沒有人幫忙 各種整體性 有沒有貴人 那現在有沒有那個 呼應 那有沒有眼光的人來助他 都有很多在面向當中 都有很多的信息 都可以解答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五四 所以目前呢 我們在教導分享面向 它最基本的 而我們開始學習 當然我們不要那麼直斷 武斷 武斷 我們要完整學習完了以後 我們就會開悟 我們就發現 喔 人的面向 有像指揮斗士十二公位 還有看那個人印 你問的問題 幾乎我們都可以回答他 關於他本身的問題 都可以 當然要問說 一球什麼時候會消滅 太陽什麼時候光會不見 那從面向沒有辦法解答 只能解答跟你有關係的東西 跟人有關係的問題 跟本人有關係的 我們都可以解答 給他一個建議 所以我們必須來學習 道法度人 這是我們的路式 安樂道 當然我們要學習佛教解脫 那學習呢 行善不思 然後菩薩心的菩提道 所以後面的解脫道 菩提道 我們要學習 所以我們有三個道 安樂門啊 解脫門啊 菩提門 我們要學習的 我們在第一個單年 大部分都會講 安樂門 就是如何為人離苦得樂 一個菩薩要有這個能力 當然我們繼續會解脫 還有菩提宇宙的大智慧來捷悟 那今天呢 來分享五官相華 彼此 神辯官 來跟各位分享 那五官相華 我們都是依神相神辯的標準 來做一個解釋 那個標準呢 帶有五個地方 相目 我們一定要合乎標準 合乎標準 那合乎標準是加分 不合乎標準是減分 那我們對鼻子 往後的十二公位呢 還會再講 更詳細的講聲明 字呢 長在鼻子會怎麼樣 八會怎麼樣 那是往後更生日課程 那今天我們來講五官相華 就基本上神像神辯 要求的標準 鼻子呢 它的標準 第一個 梁字呢 一定要端竹 也就是說 鼻子呢 不可以彎七 不可以偏一邊 就像六五相華 左右要對稱一樣 這 梁字指的 為人正直 正派 那 失業的運 財運呢 才會順順的 那如果梁字呢 彎了 代表 自我呢 也彎了 自有一些想法 觀念 那甚至 這個鼻子主自我 這個梁字呢 如果彎了 那脊椎可能會彎了 那 鼻子的主呼聲 你還是看丈夫 如果鼻子歪了 有彎了 你的婚姻這條路 丈夫呢 的運勢就不是很好 離婚的機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 鼻子彎了 那 鼻子主丈夫啊 那代表 沒有丈夫印不好 所以離婚的機率 會比較高 比較高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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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印堂要平闊 那印堂這個寬闊 我們說要有兩指寬 要連 三根連印 這 鼻子的尾端 要連到印堂 就是你鼻子看起來 就比較高 比較長 也就是說 印堂三根會比較高 那這時候你鼻子也 不會很陡 所以你的鼻子看 是一座三 它這五月一座三 那你鼻子頭是最高的地方 三根就是下面 如果你三根高 連得印堂 那印堂又平闊 代表你鼻子很高 所以你不會很陡 看起來不會陡 所以你連身的路 就看起來就比較平順好走 如果很陡 你沒有三根 沒有連上印堂 也就是說你的根基比較薄弱 那很陡 那你開車要上山 就很難開 要開一檔二檔的 那如果說你三根連印 印堂平闊 心想四成 那你開了四檔 就可以直上陽明山了 就很輕鬆 要賺錢就很輕鬆 事業經營起來 不會那麼勞累 所以有看到你的鼻子 三根很低 那鼻子很陡 那你就代表 你要讓騎車要上山一樣 就會覺得要開一檔兩檔很辛苦 那如果很平 三根高就很順差 所以印堂平闊 三根連印 我們要連在一起 就是三根要高 我們連身的起點 就會比較容易贏在起跑上 就會比較順利 接下來 準延庫期 就是你的準頭要延的 準頭越延 看起來就是中後老實 準頭前的人 就很會盤算 很會計算 所以準頭延 然後庫就是鼻翼起來 像柴庫 所以你的鼻翼很大 這庫很大 很寬 又很黏 準頭很黏 就鑽成很多 水龍頭很大 再加上庫就是你純水的水庫很大 就扣旗 這個在那邊會庫旗很大 很遠的 那真的你的財庫就很多 所以可以容納很多 就像水庫一樣 你水庫的牆壁的水泥很厚 又很大 那可以容納很多錢 再來準頭呢 就注意開關 就你水龍頭這樣 一打開 那水龍頭很大 足徑很大 再加上你水庫很大 你當然是很會賺錢又很會存錢 另外呢 第四個標準 行乳賢膽非常亮麗 顏色非常的亮麗 你不會有凹凹凹的疤 就非常的光滑 好像賢膽 就一個豬膽一樣 你就是賺錢很順暢 沒有一些意外 你這個鼻子就像水管 通財的水管 水就是財 那那個水管引進來 到水龍頭 打開 到我們的水庫 那你的水管呢 看起來沒有阻塞 沒有阻塞 沒有阻塞 沒有彎漆 好像賢膽很光亮 花亮的 花亮的 這個就是代表 你很有財印 不用財印 那第五個 色先黃明 就是你的顏色很漂亮 花亮 那黃色的 亮麗的 亮麗的 這代表你現在財印非常順暢 那個財呢 水在裡面流流的非常順暢 你如果有紅絲 紅色的 那你就是破財 就是破財 這顏色要好 一定要端子 三公要起 要連印 印檔要開闊 心想事成 你的基礎要好 那准人困起呢 准頭又嚴又大 那鼻翼又延起 有酷起來 那 刑辱 賢膽 掉一個豬膽在那邊 非常亮麗 顏色非常亮麗 就代表你的鼻子長得很好 長得很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那比如這一張 鼻翼彎七的 你的婚姻很容易再婚 就是離婚 那你睡印的 就會彎彎七七 就不是那麼好走 然後呢 如果你的鼻翼高起來 你鼻子很高 然後你的三根 就是你鼻子的底部 連在印檔上面的 又高起 鼻子長又大 氣色又好 互色又明亮 你就是富貴 所以人家鼻子大呢 就有錢 然後你這麼講 那是富貴相 可是要有肉 氣色又要好 又要端正 又要直 就要合乎這種標準 那如果說你印檔有疤 就心想也事不成 願望不容易實現 你的鼻庫呢 左右也不平起 代表存錢存不治 你投機 投資 就很容易失敗 所以我看這種人 去賭博一定失 你財庫很不穩定 加快點錢 很容易就不見了 都漏財了 所以我曾經看到一個老闆 這樣子 我就告訴他你不要賭 你的財庫很不穩定 根本換不下 換不住 不能穩定 所以 蒜頭比 蒜頭比看起來 蒜頭這樣子的比例 就是大戶 大戶 大戶 大戶之下 我們看到 有人的鼻毛會跑出來 鼻毛跑出來 就漏財 因為我們的鼻毛一般是 黑色的或是白色的 黑色的是水 白色是金 都被土包著 鼻子是土星 土生金 土裡面呢 就是蹄黃 那水呢 叫水庫 水都漏出來了 漏出來了 所以你的鼻毛漏出來了 不管是白色的 黑色的 你就是漏窄 尤其兩個鼻孔 漏一邊更嚴重 更不穩定 所以 要常常修鼻毛 那鼻毛常漏出來 就會漏窄 鼻子要看那什麼 就像那個直筒一樣 直子做的前筒 看起來 上面的寬度跟下面寬度 都那麼高 都那麼大 像個水管一樣 存錢的錢筒一樣 那你就依死轟隆 因為有錢嘛 穿得好 出得好嘛 所以一個人看他的鼻孔 鼻孔呢 是花錢的態度 鼻孔大的 花大錢 它有氣量很大 可以花很大的錢 鼻孔小呢 小氣 花小錢 那鼻孔正面都看得到 容易破財 太大方了 很容易把錢流出來 那鼻孔也看不到 內縮 內縮 那鼻孔 很小氣 它很節儉 很節儉 很節儉 那鼻子 我們大概先分享這樣 五官 相法 都是一氣 神像神篇 最基本的標準 我們概略簡單先講 各位要把握它很準的 一定要記得 在未來十二公位的時候 郭文會講得更多 氣色啦 文啦 柱啦 斑啦 狀況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形狀 大概是怎麼樣的個性 還有怎麼樣的性質 那郭文會跟各位分享 那今天我們把最基本的 神像神篇所講的 五官 相法 鼻子 的標準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儲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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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